我说表妹啊 开水没多久可不能迟到啦 完了表姐 我有不想的预感 知道刚刚开起来啊 大惊小怪 我可是迟到坑中结者 不妥 我还是知道大猫王啦 后这点也是不许出品的肯龄球 刚才表妹是不是被吓傻了 不就是保龄球嘛 来 这个我擅长 哎 这保龄球机还能够无限取 这三个保龄球瓶 怕不是被我分分钟撂倒在地啊 表妹 是不是我野花啦 保龄球呢 没事 丢酒人野花就喜欢啦 只是我惧怕我这保龄球手啊 既然如此 何不直接穿过这保龄球瓶 还能打我个船 怎么回事啊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把我挡在了球瓶外 我就不信了 收手的表姐 在这儿小学你们死的 冷静点 对对对 冷静点 先找找 说不定是我的投球方式不对 有了 保龄球配上铁 铁 我在另一台保龄球 就发现了铁 我懂了 是保龄球的重量不够 配上铁变成了铁铃球 这个重量品质 倒下吧 这怕不是不倒翁吧 怎么倒来站起来呀 这是神经的保龄球 倒下站起来也有差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就站在他们面前 我看他们怎么起的 算没狠 居然还能够复活 看来是我还漏了什么关键的道具 咱们 没上有个箱子 保龄球品还玩起了桃圆三结印 还要红身共死啊 行行行 您三抓紧时间三结印啊 这回放过我吧 表姐放过是放过了 体育老师后面还有体育老师 如果我没猜错 你没少吃到吧 这回是足球老师 这个我熟 那球就在我脚下 就像两块磁铁 又不分离 不个人强 你们要是动一动 我还最怕三分 这一动不动 不是有脚就行吗 球门无人盯防 进球了 怎么违规进球啊 那我直接把球送进去 怎么说 如果你在这一天 可能会听出伤亡 看样子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体育老师为了对付我 是撒非苦心啊 我问问球员 怎样才能够不违规 足球规则 原来是我行走的路线不对啊 还是这体育老师会玩 按照足球脚印走 就能够避开足球老师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小妹 足球老师过了 下一位老师是谁啊 体育老师后面还是体育老师 没事 已经到躲避球了 可见的球也不多了 旁边的排球发射装置 如果躲避不开 下场就会和表妹一样 我这轻巧的身法 怕也不能躲开呀 这回呢 我就认着潜行走 哪怕是躲避球 也不能够将我推开 表妹行了 这回行了 表姐你看到妖女 躲避球也是摘半球 还是躲避球老师会玩呢 还好我仔细观察 在图中发现了躲避道上的箱子 牛肉一叠 第一次找到了骨头斑手术干 这么说来 拆下这些铁门 咱就能够组合成防御盾牌 收取盾牌不就能够躲过躲避球了吗 果然不怕躲避球 也不怕炸弹球了 小伯妹 咱很快就能够进班了 我瞬眼一喵 就剩下这绝望跑步机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简单 你看我 只要从跑到往前跑 然后就会被送回来 哦 那你这些铁门是怎么过来的嘞 腰家总算是翻译过来啦 边上有跑步鞋 只要速度比跑步切快就可以了 确实是有跑步鞋 有了你的经验 那铁门还跑个啥呀 果然是一步飞天 瞬间越过障碍 不过这炎家和水是怎么回事 没事 这是为了庆祝你过关啦 叫你放松放松 好耶好耶 过关啦 请前往剩下的888项运动 庆祝你过了第一批田铭老师 学校号888项运动 这么说来放松完还要继续跑啊 不 我再也不想迟到了 啊 嗨